- 氣泡排序法 氣泡排序法是一種簡單的排序演算法 由第一個元素開始 比較相似元素大小 用大小順序有誤 則對調後再進行下一個元素的比較 這個方法是由觀察水中氣泡變化公司而稱 就彷彿氣泡逐漸從水底逐漸冒生一樣 所以稱為氣泡排序法 我們將使用排序7、12、9、5、3、11 數列來演示氣泡排序法的演算流程 第一次掃描會先拿第一個元素7 跟第二個元素12做比較 如果第二個元素大於第一個元素 則不進行交換 接著拿12和9做比較 如果第二個元素小於第一個元素 則做交換的動作 就這樣一直比較並交換 到第一輪結束後 即可確定最大值在正列的最後面 第二次掃描亦從頭比較起 但因最後一個元素 在第一次掃描就已經確定是最大值了 只需要比較前面的元素即可 重複上述過程 所有元素都進行了比較和交換後 即可完成所有的排序 接下來我們將介紹氣泡排序法的python程式 首先我們先初始畫一個數列 其中數列包含六個數字 我們的目標是將這些數字 按從小到大的順序進行排序 列著計算數列的長度 這裡的n代表數列中有n個元素 y才能復回圈負責控制進行多少次掃描 因為每掃描一次 至少都會把最大的一個元素移動到正確的位置 在每次掃描開始之前 我們設置一個變數為false 這個變數是用來追蹤 本次掃描是否有發生元素交換的情況 內層的for回圈負責比較相似的兩個元素 在每次掃描中 這個回圈會逐漸比較 從列表的開頭到未排序好的部分元素 因為每次掃描都會把一個最大值移動到正確的位置 下一次回圈就不需要再檢查 最後已經排序好的部分 這一行程式是判斷相鄰的兩個元素 是否按照錯誤的順序排序 如果前一個元素比後一個元素大 表示他們的順序是錯誤的 需進行交換 在這一行程式負責進行元素交換 將大的元素移動到後面的位置 如果發生了交換 我們將變數設為true 表示在這次小描中有進行元素交換 在每次掃描結束時 我們檢查變數的狀態 如果在這次掃描中沒有發生任何的交換 表示數列已經排序好了 沒有必要再進行後面的回圈 這時候就可以直接結束排序過程 節省時間 最後將排序好的數列輸出 結果將會是 3 5 7 9 11 12 氣泡排序法非常直觀 容易理解和實現 特別適合初學者 學習基本的排序概念和演算法 並且氣泡排序法屬於內部排序法 它不需要消耗額外的記憶體空間 直接在元素列上進行排序即可 氣泡排序法即使在數列部分有序的情況下 仍然會執行多次無效的比較和交換 浪費了大量的運算資源 而且其時間複雜度是2次方 平方級別 氣泡排序對於處理大規模數據非常低效 因此在實際應用中 通常會選擇其他更高效的排序演算法 聽完氣泡排序法的介紹 是否對演算法更有興趣的呢 我們會將程式碼的連結網址 放在影片下方提供給學生練習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下期我們將分享更多知識